請問 太怕了 太怕了 我現在在澎湖的湖西鄉 據說這邊有一家很厲害的料理 可是老闆他非常的 不能非常 有一點點規矩 規矩非常的多 我來拜託一下 第一點 但殊不知我們一進門 剛才講了第一句話就 好香 雖然氣氛是瞬間凝結 但索性經過短暫的溝通之後 老闆也直說 他們家的菜是不靠菜單的 一切都在他的頭腦裡 所以不用點 今天他家的冰箱有什麼 就吃什麼 沒有錯 這道水晶小館 就是老闆最引以為傲的一道菜 半夜補撈到的鮮活小館 再搭配上老闆特調的檸檬酵素醬汁 引領我們進入了一個口感新時代 它看起來非常的透亮 然後我一夾起來 就有那種脆痰的感覺 你有沒有吃到膠原蛋白 很脆 超級脆 是喔 那是不是上面這個地方會更脆 對 那個地方它有在動作 然後還有它的翅膀 它也有在動作 動作的地方 它特別會有脆口的感覺 越往上面越脆 而正當我們還在壓抑水晶消灌 口感的時候 娟哥隨即拿起了一瓶酒 倒在螺上 而它接下來的動作 更是讓我們目瞪口感 對 它會滅燒 有耶 有火焰耶 好香喔 我這邊聽聞的 小心燙 你會不會燙 這個叫鳳凰蘿 鳳凰蘿 對 它裡面的肉質是Q彈的 這個叫做紅蘿 紅蘿 它裡面有一塊紅色的肉 它是很脆很脆的一塊 來到澎湖 一定要品嘗全哥的鐵紗掌炒螺 再加上全哥使用自家的南瓜酒 下去燒 完全去除了腥味 非常值得細細品嘗 這是雕系列的魚 其實比較含雕 是一個非常好的魚 然後我們用這個是哈蜜瓜 我們釀的哈蜜瓜 是上百年歷史有的 用很單純純粹的去蒸它 全哥了解自家海鮮的特性 更會就地取材 讓海鮮更加有子有味 像是這一道哈蜜瓜蒸魚 就是使用自家醃的哈蜜瓜醬瓜 下去蒸 沒有哈味卻多了甜味 這個其實是我們阿宗的 阿宗教掌的 祖傳的秘方 因為我剛剛有單吃這個 其實它是滿重口味的 但我覺得它厲害的是 它跟這個魚這樣搭配起來 但就是不搶魚 它本身魚肉的風采 很黏耶 你把它拿起來看看那個頭的部分 你看這個東西 好厚喔 他們那個膠原本來厚厚的 來 走... 進到老闆全哥的海鮮大冰箱 除了澎湖必備的亮大天王 龍蝦還有海戰車之外 還有...很多特別的包圍 這個東西叫做 高黑 它也叫做金鉤蝦 金鉤蝦 它也叫五金蝦 對 這個台灣有嗎 這個台灣在嘉義那邊 叫做火燒蝦 對... 這就是火燒蝦 火燒蝦就是它 對 就直接可以這樣子吃起來 是啊 火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不用...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那個腸子的地方 這是膏 膏喔 它是膏 它不是蝦腸 所以我講了第四天 第四天它的沙已經完全脫掉了 所以這個蝦腸 是它的膏 對 你就這樣吃 超級甜的耶 而且又Q 對 好好吃喔 因為覺得你補到很多膠 你剛才吃的 超甜耶 很清甜 我們剛剛要吃 對 我們剛好在附近玩 然後講說週五 在我們地方吃飯這樣 生的蝦 對 剝蝦 這個也是滿特別的 它也是就生的直接吃這樣子 一間餐廳 一間餐廳 好吃 然後喜歡它的味道 你有看過我老闆分量嗎 有啊 那你有覺得它有點兇嗎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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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講實話 當然啊 就是每次來就會很緊張 因為要點菜 然後點菜的時候就會 他會說太多喝是怎樣 然後就會覺得有點壓力 大家勉強啦 老闆只是習慣先把話說清楚 他也不希望大家點過多 浪費食物 畢竟每一樣海鮮 都是漁民辛苦捕撈而來 而每一道料理也都是他的心血捷徑 好的食物不只是好的食物 那麼單純跟純粹 因為現在消費者 已經沒有那麼的純粹了 他們希望可以再更不一樣 這其實有時候我們 我會這麼想啦 我會覺得 我會很開心就是希望消費者 能跟我就是 你給我想法是 可能是我沒想到的 我可以吸收起來這樣子 因為你先必備 對… 對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 料理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沒有極限的一個東西 不追求一成不變 而是希望能一直創新 帶給顧客更多元的料理 讓來到澎湖玩的旅客 帶回家的是更多關於美食的 記憶與感動 全哥說我們大老遠來到澎湖 還有一樣澎湖獨有的古早味點心 也一定要去認識一下 但在去之前 我們竟然遇到了一件很趣味的事耶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來喔 對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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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六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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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酷了吧 幾個六百塊 幾個六百塊 暗時高點 請收穫 東森財經五十七台 打卡吧 我的炫富日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想不到要講滿60秒 還真的是需要一點功力耶 怡婷講個20秒就瞬間辭求 全靠老闆娘神救援 但是想在純樸的小鎮上做生意 還真的得靠這小小的廣播器 只要60秒 你的商品就能在全程放送 你看看 就這麼一瞬間 這客人啊 全部都來啦 榴槤在這裡 幾個 幾個好不好 幾個 兩顆一百 兩顆 你今天買很多大公司 他們每天都來嗎 沒有 禮拜一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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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 禮拜 當然你剛才是有聽到廣播 才知道他已經來這邊了 所以過來這邊 謝謝 結束了這一段可愛的小插曲 趕緊來去品嘗這澎湖特有的 古早味 禮拜 這又是什麼啊 做這種傳統的有沒有 我以為是比較資深的阿姨或阿伯 怎麼那麼年輕啊 我沒有事想說要回來 幫我爸一些忙 等他退休之後 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後來因為我爸就是 突然就生病 所以我就接下來繼續做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禮拜喔 對 跟我想像做好不一樣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地瓜球嗎 芝麻球 類似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原料不太一樣 我們真的是用純糯米下去 磨出來的 這個其實要小心耶 因為你這樣它很深 往下的時候你手離它好深喔 會… 我們也是常常不小心 就直接插進去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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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牙一咬就撐過去 炸到油油亮亮的炸澡 圓滾滾的在油鍋裡漂啊漂 這畫面真的是超療癒的 這現炸的滋味是最迷人的 難得來到澎湖 這不吃對不起自己啊 它裡面口感跟外面口感不一樣 不一樣的 外面超酥超碎 然後裡面有一點在吃麻糬的感覺 但又沒有到麻糬這麼的Q 然後你看它裡面的那個 是花生顆粒 它不是花生醬 也不是粉狀的 它就是一粒一粒 所以裡面就有那個 咬花生感覺的口感 好香喔 可是為什麼會叫做季皺啊 它裡面也沒有藻籽啊 有一種說法就是 這是炸澡市民的那方面過來 那他們會 以前會包藻籽 所以會叫季皺 是嗎 那你們其實裡面的餡料 不會說很多 對 這是有改過 我爸以前的糖量跟現在糖量 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現在人真的沒辦法吃這麼甜 所以我都把它直接減半 人家糖這樣吃起來 會更想一口接一口 至於為什麼澎湖人要吃炸澡 據說可能跟一句俗言有關 老一輩的澎湖人都知道 因此吃炸澡有陶吉祥的意思 所以在澎湖結婚時 南方一定要分送親朋好友炸澡 除了陶吉利之外 更是一種面子的象徵喔 大哥 你家裡有喜事喔 對啊 我在娶老婆啊 真的啊 恭喜... 好開心喔 不容易有得要 常常這位還滿一起喝也 才會吃一點 口感 口感很好吃啊 就是外面的皮比較脆 然後芝麻很香啊 然後裡面又不會很甜 你看 而且我會吃一口 然後我吃一口 我會吃一口 好嗎 好嗎 嘿 嘿 嘿